李炳南居士 以义佛念佛替代妄想 在佛学中本没有什么宗派 因为末法时期 众生根气薄弱 智慧不及从前 所以修行方法必须有所选择 佛说末法时期净土成就 我们就必须依佛陀之教化而修 净土法门是二立法门 靠佛力与自立修行 但是真正相信净土之人 千人中找不出几个 大家多半服服的信 没有真心啊 学佛有三个字 缺一不可 就是文思修 文是听文 佛法难文 金以文 能够听闻佛法甚为不义 但是文后 没有进一步思维 也是枉然 现在三藏十二部到处都有 可是经藏不会开口宣说 所谓佛法无人说 虽之不能解 所以必得深入思维与研究 再说净土是男性之法 果要通达 必得深入三藏经典才能明白 由此可知 净土光研究还不行 必须实修 不能实行 就是废话 要知多闻不如多思 多思不如多行 三者缺一不可 净土法门是一行男性之法 男性 因为信要坚固 必得八地以上菩萨才不会动摇 所以 众生要相信圣言量 依佛之愿力 切实修行 一个愿力 一个实修 这甚为重要 一行 只要能够依佛教化去做 必定能够成功 南无阿弥陀佛六字 包括三藏十二部 内容非三两天可以说清楚 修行不可 虚于离之 古人说 要知山下路 必问过来人 过来人教你如何办 你就得如何办 就能成功 净土宗之 净字很重要 凡夫长不尽 因为凡夫整天打妄想 一弹指 好几百个妄想 一个妄想 就是一番生死 太可怕了 整天妄想 是出不了六道轮回的 有人问 有不达妄想 不起念头的吗 佛才一念不起 净土宗 就是要让念头 全部归到净念 不起妄想 办得到吗 只要懂法子 就办得到 我来一趟风源不易 今天就把法子告诉诸位 什么法子 就是一佛念佛 念佛 就是起心动念 都是阿弥陀佛 这当然都是纪念 但是这样 什么职业也都不必干了 另有方法 另有方法 就是依佛 也就是心里想佛 忘不了佛 念佛是念姿在姿 义佛是铭记不忘 莫尔是之 举例来说 人人都忘不了钱 也忘不了吃饭 如此将想钱 与想吃饭的心 变成想佛 什么也是 阿弥陀佛之所变化 这样莫尔是之 不说 而心里有印象 就是一佛 大家必须将一佛念佛 这两句弄明白 就能得到莫大的利益 今天时间很短 供养这几句非常重要 大家要研究清楚 日久天长 继续不断地念佛 并以忘不了钱 与忘不了吃饭的心来依佛 敬住 诸位一心不乱 法喜充满